OK 这一节呢 我们就把Urmary图给大家画一遍 还是打开ProcessOn这个网站 大家跟着我一起画 把这个Urmary图画一遍 首先我们说过这个Demo Demo这个class呢 其实就是个入口 这个不用关心 它里面有一个命函数 就是个入口函数 那它要引入APP的一个实例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 处置化一个APP的一个class APP这个class呢 我们说过就是整个的这个 页面的一个总的class 然后这个整个页面总的class呢 它肯定是需要一个 完整的一个容器 就是这个ID的APP的一个DIV容器 所以我们这儿就定一个 DollarElement 为什么叫Dollar呢 因为它是个JQuery对象 我们用的是JQuery作为一个工具 好然后整个的这个APP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 Inate处置化的 Inate是一个加号 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 因为我们慢慢这个要使用 你先给它可以连一个引用关系 OK Inate完之后呢 Inate里面呢 我们肯定要需要Inate两点 第一点是Inate这个 ShoppingCards 就是Inate购物车 然后呢 接着是InateList 好 基本上这两个不用是加号 不用是Public 就是开放式的 它需要在这个Inate里面 调用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呀 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要定义到这个APP里面去 第一个呢 是出手画购物车 第二个是出手画列表 出手画购物车就是这一块 出手画列表呢 就是这一块 好 按照我们之前的思路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列表给它写上 就是我们要定一个 这个List的一个class 当然我们这儿可以先把这个应用关系给它挂上 因为在出手画列表的时候 肯定要用到这个List的实力 好 这个List里面呢 我们肯定也需要一个element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List 肯定是需要一个容器的节点来存储的 就是这个节点 还需要个什么呢 还需要一个APP的一个实力 当然这个是 应那个private的就可以了 不用是开放式的 隐藏式的就可以了 虽然说我们GS中体验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在途中体验出来 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APP是整个这个APP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引用 我们放在这儿来 然后也是需要一个in-date 我们不要变 in-date里面呢 需要一个loaddata 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loaddata就是说我们 整个的这个列表呢 加载的时候呢 处理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获取这个 它的数据 就是一部获取数据 所以说它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呢 是获取数据之后呢 再是in-date item list in-date item list 就是说 我们要把整个的这个数据 给它处理化成一个列表 处理化过程中呢 每个元素都要去in-date一遍 所以说in-date item list 当然这个地方肯定要是传入data 这个data呢 就是这个loaddata里面获取的数据 还有一个就是render 处理化完之后 最后要执行渲染 执行渲染的时候 我们肯定需要app里面的这个element 就是它复容器的一个元素 我们要给它append上就可以了 好 整个的这个loaddata in-date item list 还有这个render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in-date里面 去直接去用 不用每个都是这种开放式的 这个可以是隐私式的 好 这是list啊 list 我们就追着这个in-date item list 这个呢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的时候呢 我们拷贝一个过来 我们就需要一个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item 就是list是一个列表 整个的这个列表 这是list item呢 就是列表中的每一项 当然列表中的每一项呢 也需要一个dom的元素 容器来存储 还有一个就是list 就是我们item呢 要获取这个list的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先把关联关系连上 再一个呢 是什么呢 是data data就是说 我们在出手画的时候呢 需要这个data 就需要这个list data的一项 就是说 你得告诉我标题 告诉我价格 对吧 要不然我们没法训练 然后是cut cut的这个呢 就是购物车 购物车我们等会在上面再画 我们这先写上 好 接下来方法呢 是in-date还是出手画 in-date的时候呢 我们要in-date content 就是把这个 每一项的这个标题和价格 都给它in-date出来 然后呢 是in-date button 就是把这个 加入购物车这个按钮 给它in-date出来 然后我们要定义这个 点击按钮的时候的一些行为 点击按钮的时候 有可能是加入购物车 就是add to handle了 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 delete from card handle了 就是 加入购物车和 从购物车中删除 这两个方法 然后呢 最后是vendor vendor就是把这个 出手画内容 全部都渲染到这个 list的一个elements中 好 那这是item 就是列宝容的每一项 接下来我们再拷贝一个 就是这个购物车 列宝容的每一项 在按钮点击的时候 可能会加入购物车 也可能会从购物车中删除 所以说我们 这个逻辑 我们肯定要是单独放在购物车中操作 就是这个cut的一个类 我们可以先把它给它连上 cut购物车这个类呢 就不需要elements 因为 我们这儿虽然是有购物车 这个购物车 基本上是这个按钮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这个叫shoppingcut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cut呢 就是这个一个 内存中的一个购物车 并不是我们这个地方显示的这个按钮啊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一个list 这个list呢 就不是public 这个list就是需要是隐藏的 然后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add 就是往list中加数据 传入一个data 好 add必须是public 必须是开放式的 还有一个delete delete也需要开放式的 比如说delete要传入一个什么 传入一个id 就是通过id来删除数据 然后还有开放式的方法 就是这个get list get list就是获取整个这个购物车的list 比如get list 我们给它拼携成一个stream返回 拼携成个自购上返回 这是整个的购物车的一个class 这个地方它没改过来啊 还是那个bug的问题 没关系 我们再重新写一遍 然后最后一步 就是这个innate shopping cart 这一步对应的 我们要定一个shopping cart的一个class 可以把这个关系先连上 那shopping cart的其实就是这一块 就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 好 它也需要一个什么 它也需要一个element 同理 在同理呢 它也需要把这个app的势力给它引起来 然后呢 再同理呢 它也需要把这个cut给它引进来 为什么把cut引进来 就是把这个的势力引进来 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先填上 因为它在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有显示购物车的内容 显示购物车的内容 它就需要这个购物车里面这个get list 所以说它需要innate innate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按钮嘛 要innate button 然后要定义一个shook cart shook cart就是说 按钮点击的时候 我们要显示购物车的内容 shook cart 其实最终还是要调用这个cut的get list 这个功能 最后是个rendor 好 我们都画完了 这就是这个整个的urml类图 就是对应着我们的需求 假如说这个不是一个页面 它就是一个设计图 设计图就可以表示一个需求嘛 然后我们就达出了这么一个urml类图 这样大家跟着我一块画一遍呢 我想大家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一些 接下来如果让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同学 只要是前面认真学习过 平衡对象设计模式 还有这个urml类图的画法的话 以及认真写过之前的代码的话 我觉得这个代码 你能写出一个七八成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现在就自己试着写一遍 好 我们这一节画urml类图 就演示完了 我们下一节呢 就开始写代码 就开始写了 再次写一遍呢 再次写一遍呢